老师傅一针一线缝制牛皮 只要是沙发旧了 破了 到这里重新拉皮 保证就像新的一样 这就是新的皮 这就是新的啊 景气不好 民众家里的皮沙发 破了舍不得丢掉 原本六万元的牛皮沙发 严重军裂 换皮之后表面爆亮 而且只要一半的价格 就能让它回春 像现在过年快到了 我们这种case都蛮多的 鞋换皮太麻烦吗 还有更简单的 您可以自备工具 用沙纸 皮革漆和薄土 来个皮椅回春 DIY 酒精就是在 我们要清除上面的一些杂污 使用上的时候 我们漆不要一次倒太多 才不会容易打 才不容易被打翻 这皮革漆擦完以后 皮革乳就可以接着上就对了 对 大致上先补过一遍 补过一遍等到它干燥 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干燥之后我们再做第二次的修补 要用盆墙 所以民众一般在家里用的话 是不是比较不方便 对 比较不方便 因为家里一般都没有 用牙齐去做 仔细看 经过重新研磨上漆 这台30年古董车 原本车内破得像蜘蛛网 一样的汽车皮椅 竟然能够回复到八成新 而且不用换皮就能做到 DIY只要买一个皮革漆 基本的皮革漆 然后再准备一支瓶刷笔 这样就够了 那费用大概就一千块以内就可以搞定了 DIY修复究竟有多省 如果请师傅全车皮椅修复 费用要五千元 自己动手只需要材料费用一千元 现赚四千 行行拜拜 只要花小钱 就能让沙发跟皮椅回春 为你的荷包省下不少预算 记得张评红 彭泽民 台中苗栗报导